鄧月萍這一天在商台接受訪問 其中談到之前在ViuTV的攀音節目 《辣火頭》拿半軍 她說很多人看她的樣子 都不覺得她會煮食 但其實我第一次煮菜 我記得是我六歲的時候 因為我家是一個很傳統的家 我媽媽就希望從小到大 你最好會琴棋書畫、針紙、煮飯 各樣都會一點 這樣就完美了 其實我煮飯是其次正通 我最清通的是轉木 轉木櫃 是不是很冷門 因為可能我是姐姐的關係 因為我弟弟小很多 我是獨女的關係 所以習慣了有些 本來是男士應該做的事 我都會學一下會認識一下 我覺得又沒有分不分男女 我覺得有這些特色會更好 最近她又在鄭丹碎的另一個節目裡 分享了健康飲食的菜式 那天蛋哥就問我 女兒你有沒有什麼健康點的食物 可以分享給我 然後我就想了一想 有啊 有個魚湯很健康的 因為我弟弟小時候是不吃魚的 他覺得魚有腥味 於是乎我那時候就請教了一個高人 教我做一個完全沒有腥味的魚湯 只有清甜的味道 那名字厲害了 叫雪山飄雪 是不是厲害了 你說地話